怎么回事你 这段日子看着 有点无家可贵的意思 不是第一次没地儿睡觉了吧 不至于吧你 连那穷小子 跟一菜上大麦都搞不定 有点看不顺眼了 你不是说 你已经把那穷小子也搞定了吗 睡觉呢 别吵我 薛大少 什么时候该把鸵鸟当偶像了 这有点像 像什么比我像 有人吗 有人吗 薛洋 有美女到往 行啊你 原来自己摸这儿是因为这个 这个车厂从来没有女人来过 怎么着 要逃回破规矩 说什么呢 我这怎么会有女人呢 有人吗 这女的有点眼熟呗 有人吗 薛洋在吗 这不是死追薛洋那身母女吗 他们找到这儿来的 不是 那肯定不是我们俩露给他的呀 那穷小子这是这地儿吗 得了 先别管这个了 人都已经进来了 赶紧想这怎么对付吧 谈那个什么折扬 骂他也没用 他是个女的 总不得让我揍他 那我先给你挡着 然后你踢窗先走吧 那也不至于 咱们他大少爷 恨不能被贫贫女子逼成这样吧 再说这是咱们的地方 这也太情婚颠倒了吧 对了 你那天不是一直夸那女的文章写得好吗 你去会会她呗 反正你身边那么多女的 多一个也不嫌多 顺手收了得了 你以为我是废品回收站的 薛大少扔不出去来就得扔我这儿 我还怕扎一连花呢 门都开着呢 可能没人吧 楼上有人吗 得 我还去挡挡吧 你俩赶紧上车啊 等会儿 正宏 咱俩打个赌 你俩神经病啊 都什么时候人都上来了 现在打赌 敢吗 我上来了 这不是赵文小姐吗 薛阳在吗 她不在 回家了 我发现你挺有本事的呀 你能找到这儿呢 还真是欺而不舍 你是来这儿收集素材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那篇文章呢 我们都看过了 顺便给你了句明白话 你用的那些办法 都犯了薛大嫂的大忌 薛阳这人吧 最讨厌别人上赶着追着她不放 还趁机利用她 而且啊 把这私事公开化 更是她的忌中大忌 所以啊 你就死心了吧 这事跟你好像没有什么 我再给你了句明白话 能把那些倒追的细节 添油加醋的印在杂志上示众 这说明呢 其实你也没对薛阳有多少真心 无非就想找个人顺杆上位而已 大家都是明媚人 你也别绷着了 我呢 跟你说最后一句 你要想找个帮你爬这名利场的杆 不一定死磕薛阳一个人 在你面前呢 不就有个选择吗 你可以考虑考虑 你啊 你怎么会对我有兴趣啊 我爸不介意在报纸杂志上 看见我自己的诗和拉萨 背进成签字 我也不介意和你呢 相互利用 挺爽快的 说吧 怎么个程序 那就先吃个饭吧 热热身 也相互熟一熟一 走吧 请吧 请吧 我爸不介意在报纸杂志上 走吧 走吧 这这先 我们有先上 好的 几天没见 变化不小 几天没见 他还是为了朱薛阳 真是下血本啊 不光为了追他 你应该知道 喜欢名利场的人 尤其是女人 都喜欢把自己装扮的 一看就是虚荣的代名词 我怎么会没这个事啊 精品 什么 就在做这些 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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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区 我怕 雷死他 其实刚才 宣扬就在二楼的那房间里对吧 你也不是突然心血来潮 向我抛出了什么橄榄枝 你们之间 有协议对吧 焦点吧 我接得住 太聪明 活得太明白的女人不好 那是太蠢太无能的男人 才会说的话 她被看穿 快掌控不了局面 才希望身边的女人 无才便是德 周少一定不是这样的人 你一定觉得 必须得是棋逢对手 才够刺激 没错吧 发现 也真是挺有意思的啊 留你在我身边三个月 一辆摩托车 薛洋那辆 不错 我还挺值钱的 可是你想没想过 你要是不能把我留在你身边 你该怎么办呢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被薛洋带沟里了 还在自知那招 其实我应该好好谢谢薛洋 本来我追他这事 处在烈士 基本上没什么胜算 可是他自作聪明 跟你打了个赌 你又不知死地接下来了 我这烈士就变优势了 你没觉得 现在是我在主宰这场赌局吗 不是你这儿没喝酒呢 怎么就晕了 说什么胡话呢 我是没喝酒呢 那你到现在都不能听明白 我说的话呢 薛洋之所以会让你出面收了我 你又那么痛快地答应了 那说明你在拿下女人这方面 一定是你们几个里最有口碑的 可是 如果你不能把我拿下 你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哪个女人不能被我拿下 游戏像这样的 这句话我爱听 从现在开始追我吧 等追上我了 再陪你喝酒 不是你要跟我玩游戏是吗 你不敢玩 我把这相对的人 没什么 要是哪吻 还要不敢玩 你怎么没太多 能不能做 你不敢玩 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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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